哈喽大家好,我是凡大水,欢迎收看本期大关节来观战一把 团长速散之魂,机械勘探,大副先知 这个阵容,这个阵容感觉是来打帮帮雕刻的吧 这阵容遇到速散有点难打呀 团长这边上来先给一刀,大副逼你交出怀表 然后这边逼出怀表以后呢,十秒钟以后有丢散 他可以选择外之位去打 我觉得这个大副应该不会追 大副应该不会追 这里的话大副是进交互点了,他连追都不想追了 过来找机械师,能找得到吗?机械师娃娃有反应 这边张狂马上能起技能 打了这个娃的话,机械师这边的位置也会暴露 这局我感觉团长很有机会啊 说实话呢,这局我觉得是一个团长的一个迎面 他这边要等张狂吗? 这样的话这刀没等出张狂的技能 机械师的位置找到,再回身过来抓机械师 嗯,求人者这边的话这套阵容修 娃娃被打掉的话修的也不算快了 但是如果说这边机械师娃娃能扛一刀 先知你要顶一刀,这边能吃四刀倒地的话呢 我觉得外面能拖个三台机子 总量加起来应该有三台,这边蓄力刀不敢交啊 这蓄力刀交了就被娃娃扛一刀 因为这蓄力刀动作太久了,这娃娃肯定是稳定能扛一刀 所以团长这边也是知道你娃娃可能没放 我这边慢慢的来打这刀 这一个小白蓄力刀,你看不见的角度啊 镜头给他介石 介石这边 哇,扛,没能扛住 团长都是在进行预防的 这个其实摸一下会好一点 要不然这边过来气球捞一刀袋 然后人挂上 挂在中间最舒服的这张椅子嘛 挂大房这边的椅子 我觉得中间水箱椅不是挺好的嘛 挂这边的椅子 应该这样想的吧 就是离穷者更远一点 现在是一个白魂 蓄力刀先打 等你位置走近了,我再开吸魂 开吸魂,能吸住吗 好像差那么一丢丢 诶 这人捞不下来啊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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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差那么一丢丢是我 这种菜鸡才会 觉得差那么一丢丢 还有这种老树伞 还是厉害呀 一刀还是一个延迟刀器 这边两秒钟以后摇铃好 一个摇铃,大副也得倒 摇铃 还好,临死前摇出了一个怀表 突然就不死了 这个怀表 这个怀表也不亏 对于团长来讲 这边直接挂飞见识以后 后面外之位找大副 赢了吧 找先知也能打 你先知卡梦的先知怎么的 你能吸出一只鸟吗 面对一个二节速战又差眼的 机子我们算一下 机子的话目前来看 差了一台一台左右 一台不到一点点 总量一台不到一点点 先知外面重启 关键还得考虑后面的开门战呢 这边一波吸魂吸到了 好的 对不对 让团长抓到节奏了 那真没什么变化 两刀直接结束 看他原来打架 来不及吧 来不及 直接大副28的机子 可以打一波防守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打控场 打控场去找大副也行 这边的话是直接去找大副了 让你这边救 救完把大副给打了 然后多 就他通过这些来回呢 去把这个挂给刷了 刷到一个开门战 有一个上挂飞的一个点 他就稳定的赢了 现在的话呢 因为对面毕竟是两幻神嘛 梦幻组合还在呢 梦幻组合还在场呢 一切皆有可能 他这边是先过来 打一刀大副 然后把这个眼插了 封住密码机 然后再回身过来找先知 这样的话 如果能击倒先知 就是一个上挂飞 就是一个挂上以后 救下来就是一个上挂飞 就是打出了一个上挂飞的缺口 还是讲的详细一点 不然有些观众会反应 就是我讲的一些术语 他们听不懂 还是要照顾到我们一些新观众 这边摇零 把穷者这边血线全部打残 残一手 呃 磁铁的话还有 这边是假装 呃 追堪探 实则 其实他的一个罪温之意 一定不在久啊 一定是在先知或者大副 大副的话这边 这根针 应该不够吧 这根针不够 呃 这个机子也不太好修 你大副但凡敢碰你密码机 我这边就过来把你给带了 但是这边的话丢伞 距离稍微差了一丢丢 那再插一个眼 开吸魂压住 这边的话一定是将将大副给带了的 点位上面压住 大副 一刀倒地 好的 但是求者这边的话 机子应该能修完 修完以后来救人 没有能打出一个上挂飞的缺口 哦 这边直接不挂 一定要打出一个上挂飞 确实这不挂大副感觉收益太低了 他这边去找这先知 先知的密码机能不能亮 好像不太够 不太够的话 这边先知要吸出一只鸟 保住自己的 这个位置得拉开 倒不是说倒不倒的问题 他这边主要的他得拉开 要不然密码机在这边的话 待会三个人在脸上得开门战 吸鸟吗 镜头给他卡梦 说实话呢 已经拖得很不错了 但是 不一定够 鸟吸出来了 哇哪个老天爷 是不是 给他说了 梦幻组合 在场一切 那鸟吸出来了呀 对不对 这波倒吗 是要倒的呀 你怎么你还能活到这个密码机点亮 这边是选择过来 再来控一手 摇铃 打一刀 看探员 这磁铁不敢叫 看探员想进去把密码机点亮 估计是 这密码机差了一点点了 在这边的话 刚好被卡住 能抢起吗 这密码机 快来 我需要帮助 护刀 密码机点亮 大副 大副这边的话 需要一只鸟 这只鸟还是给到大副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只鸟给到大副 那大副火了 他大副能点这边的门 你这边先制还得处理大副 如果这个鸟留给自己大副导机 这边插一个眼 就不好说了 这里是丢伞 先丢假伞吧 然后回身过来插眼 眼插完以后 再切过去 他假装丢伞 逼这两个人走开 但是还是得过去 因为这边的门 被眼插住了以后呢 他可以过来 那先制有鸟 哇 这个局不会平了吧 三跑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跑我们火箭团长直播间 这个局三跑 你让对吧 这我们监管者情何以弹 蓄力刀 没有 怎么你这华老师 这看探员也这么猛 大副35的门 他这边的话 应该是击倒以后丢伞 还有机会吗 蓄力刀 123 走你 好的 先制的鸟刚好处于 一个真空气 再cd 这边的话 大副的门 就算开了 也有机会能被拦下来的 因为这边有一种阵 然后往旁边打 有没有排音加速 刚好仙只鸟没有啊 仙只鸟有了 那大副也走了 现在的话 这个仙只 有耳鸣 有耳鸣 仙只顶鸟 拖看探员的自己 这边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排到这个仙只 往前顶 排到仙只了 排到仙只的话 开探员教自己 也不一定能走了 无眼 开探员教自己 先制顶鸟 有耳鸣的 有耳鸣的 走不了 走不了 说实话 这局打的真的太精彩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累了 看得我都有点累了 打得太好了 排探员 来 记得给他 换老师 怎么听 你还能把人救下来 我不 我不信 哎 好了 感谢大家 各位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